六男童緊握雙手 不斷摳著指甲 講話戰鬥 透露出緊張情緒 蹲在地板這樣插地圖 一個要 一個要插兩千 那你覺得說老師這樣懲罰 會不會讓你覺得很難過 有 就是老師說 我自己可以想辦法 沒有辦法 拿著寒假作業本 上頭滿是男童 畫的可愛插圖 和工整字機 只因為家裡沒有相機 也沒有人帶他洗照片 所以沒有準時交出主菜照片 竟然被班導師罰跪在地上 擦教室地板兩千格 那學生沒有完成 所以老師開學以後 還給他一個禮拜的時間去處理 孩子也沒有跟老師說 他為什麼不能完成 但是也只是一個 十分鐘的進行聚落的了解 那而且是在教室的一個角落 由他來選擇 校方表示 一切都是溝通上出了問題 也說老師對男童非常照顧 不但提供晚餐和夜讀輔導 還提供平台讓他參加比賽 男童還曾代表學校參加跳遠比賽 得到第一名 相當出色 只是作業交不出來 竟然體罰學生跪著擦地板 雖然校方解釋 老師平常很照顧男童 但這樣的體罰行為 恐怕已經在男童心裡造成陰影 記者荷蒙前魏文宣新竹報道